岁末年终之际又传出血库缺血的消息 因此基隆市议员曾宜芳 特地结合基隆市达摩爱心会 以及和平狮子会 一起在七都百福公园 举办捐血继寒冬送暖亲子活动 除了鼓励民众晚秀捐血之外 也备妥名声物资赠送给弱势朋友 现场也邀请基隆餐车协会进驻 并且规划亲子手作DIY活动 以及气球米妮姐姐到现场 增进亲子间的感情 很高兴这一次能够与基隆市达摩爱心会 共同举办爱心捐血 以及寒冬送暖活动 本次还特别邀请到基隆市和平市职会 来现场做血糖检测 那在下午的时候 还有气球表演以及手作DIY 那为的就是让现场等待家长捐血的孩子们 有事情可以做 未来一方还会再继续结合各单位的资源 来做这么有利益的活动 曾一方特别感谢基隆市达摩爱心会 准备并且协助发放民生物资 在农历年前帮助弱势朋友 以及和平狮子会 现场协助民众做血糖量测 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 先生la 请不吝点赞 一下 吴俊松 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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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